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后那一天晚上 我就是做了两个片子 我老婆她就是说想看那个片子 就租了回来 所以在那边看看 看到刚好是隔天 20号清晨2点半 因为小孩子吵 所以我都跟家里的人分开睡 然后2点半做完了 老婆就跟小孩子在那个盒房睡 我自己在那边睡 我又看了十几分钟 有点觉得眼皮很重想睡 那突然之间就有人在耳边说 我拜托你的事情 你还没去帮我们办吗 那口气相当温和 我突然间那个感觉就是头皮夸杂 如果有镜子让我照的话 我想看是不是头发是直的 然后整个都是起鸡皮疙瘩 然后再过两秒钟她又来说 我们真的很难受 请你帮帮我们 就是这样子 我们很难受 请你帮帮我们 后来 那个感觉就像 就像我们听随声听 带了耳机这样子 这样子这么近的声音 后来整个人 就头皮夸杂瘩就跳起来 赶快门开起来 去跟我老婆讲 我叫我老婆 都连性带人这样子 这样子 先一先 起来起来 然后她去睡的时候 快睡着 那个样子 我说什么事 我说 不对 不对 那个滑航 死死的那个 那个人 找我讲话 讲话 就这样子 我吓死了 她一下子过来房间 她她就抱着我 我也是在抖 她也在抖 然后突然声音又来了 那个声音 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40岁户人的声音 从头就是她 然后她就 她想跟我讲话 通话 然后她说 能不能请你把灯关掉 这样子 人关掉 我说 吓都吓死了 还关灯 就这样子 我说没关系 我那时候直觉反应很快 我说没关系 去把灯关掉 反正不是我会害死她的 对不对 我这 这为人也是很正直 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 我不怕 好 关灯 我说你怕的话 就开那个一式的小灯 就有点光 然后 然后她说 我不关灯的话 她跟我通话之间 就是隔了一道强光 隔了一道强光 就关灯了 就开始讲 说 他们不是像一般就是 正常的 往生 它是像是飞机这样子 一下子爆炸的时候 那她是跟我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悬 还是想说 他们的灯 一下子爆开了 都还不知道哪边去 隔天就在收灯了 那时候我跟她讲说 不对啊 隔天又请了个大法师 什么东西 她说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过去 大白天 阳气重 然后就是 都还不知道一个收灵 在招魂 招什么魂 她跟我说招什么魂 这样子 然后她就 我很怕 那个舍真的很怕 然后她就是跟我说 我想拜托你事情 说 然后我告诉 我都不用开口 我只告诉我自己 我不可能 对不对 通话很清楚的人 完全在意识清醒之下 她跟我通了这些话 然后她就 就像我们换换灯片一样 弄那些很可能 很 就是比较悲惨的 那个 影像给我看 那头一次 头一次把我整个人带过去是 我穿了一条内裤 带到那个 跑到的 那个路的旁边 去爆炸现场 看到实在话 心肠夺硬的人 看了都会掉眼泪 那时候我站在那边 整个就是 起鸡皮疙瘩 然后眼睛也想掉眼泪 然后她就是 给我看到就是 一些人都烧焦了 烧焦 然后都躲在树底下 都下着大海 下着雨 这样风刮的吹 然后差不多几秒钟 又回来了 她告诉我说 他们就是很惨 在那边没有遮风遮雨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然后她说 她说如果我帮她们的忙 头一个到现场 就是要求 要求自己 她们自己的家属 帮她烧纸伞 纸伞 对 烧纸伞 然后她们肚子饿 然后就是准备一些吃的东西 能吃得饱就好 就是不要积压鱼肉 吃得饱就好 这个要求也是蛮不过分的 然后就是还要每一个家属 准备一套她们可以认得出来的衣服 认得出来的衣服 但衣服上面呢 不能有金属类 那个纸伞也不能有图案 是绿色红色都不行 然后每一个家属就是 他们的亲属要跪在跪着 跪着再跑到旁边拍两拍 然后就是把他们的东西 那个衣服放在前面 然后又用一条六尺长的那个 红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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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往那个衣服把它这样子绕起来 然后从一头抓 这样子拉直 那个神主牌压着 那神主牌旁边呢 还有一个小灯不能灭掉 然后那个家属要跪在神主牌后面 这样子 讲到这边 我头就这样 转到旁边 自己告诉自己 根本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替他们做这些事 然后他 又一个影片又把我拉走 这次去看 再看到那个影像更恐怖 看到 一个穿西装的自己包了自己的头 然后 另外 有看到一只狗在吃那个肠子 然后呢 又看到 看到一些 就是 就是 残缺不浅的 就是 这样子 看完又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然后他又说 我们这么惨 你一定要帮我们忙 不然 不然 他说 他讲了也是 讲了这句话也是蛮那个的 他就说 我们的你没有回去 这个地方以后 怎么会有人敢住 就是这样子 然后 我跟他讲说 两千万多同胞 你谁不去找 为什么要找上我 对不对 我又不是什么大师级会通灵 他一句话好像是把我叮死一样 就说就是你 就是你 套着一句英文话之后 他就跟我说 我曾经为他们做过事情 为他们做过事情 我一下子愣住了 一下子愣住 然后说 他们有家属 亲戚 当医生 然后我说 你至少要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告诉我 他说 他是高雄人 我说好 那你至少要告诉我 你信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 那突然讲到这边 就脸上呈现一个字 黑色的 简字 我一下子 我一下子就会议过 好像有听过 林安泽家属 有这个高雄有一家姓简的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在那边想说 因为在餐饮界有一阵子 比较萧条的时候 我也做招牌 广告招牌 这样子 那在高雄我也是 做了很多的招牌 都是医院 或是诊所 这样子 那事后 我在证实的时候 确实跟他讲的完全一样 然后他们跟我通话的时候 那通话的时候 影像给我看到的是 简佳他们 简佳他们带头 十几个带头 那个妹妹呢 站在前面 他们给我看到的呢 就是眼睛都模糊的 就看到皮子 牙齿 这样子 那个妹妹很活泼 她抓着我的手 鼠鼠鼠鼠 但是抓着我的手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是被抓到 只知道说 哦 手在摇晃 但是我手又在摇晃 没有 没有那个感觉 触觉没有 就这样子 她说鼠鼠鼠鼠 棒棒棒吧 然后我看看时间 大概就是将近四点二十分了 四点二十分 然后她就是说 交代我 这个事情如果为他们办 隔天中午就要出发 隔天中午就是要出发 然后她说因为家属呢 还要准备这些东西呢 有一段时间这样子 讲到这边呢 我一看时间大概是四点半了 她就说天快亮了 天快亮了 她说他们要走了 就这样 隔天就 我还是 披着就是 不肯去为他们做这件事 还是不去 还是不去 到下午六点半 肚子饿嘛 跟我姐夫呢 就是想出去吃饭 然后就去吃饭了 到安平古堡 那边去吃个锅烧一面 吃饱就回来 然后车子开开 刚好开到我们 南部有一个六星夹山 那个道路旁边 突然就是又来通了 又来通了 然后这一次呢 可能是我痞的原因 她的那个态度 比较强硬一点 继续跟我通 她说 你到现在还不出发 我这样子拜托你 你还是不肯为我们帮忙 然后就是将方向板抓着 整个头晚上痒 那这怎么开车 没有办法开啊 然后就是慢慢减速 把车子停在路边 然后这一次想吐 想吐 每人打开就是想吐 很难受 然后这呈现了给我影片 就是看像幻灯片一样 是他们都跪着 但是背景是我家的大门口 好像这样求我一样 那说我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到最后 好我答应你 就这样一句话说 我答应你好走 那我姐一位坐在旁边说 好走走走 我们回去就马上整理 就往北部开 就这样子 这些影片呢 他们刚跪着求我 然后就是站起来 会笑 会笑 什么都没了 好像知道我已经答应他们 就这样子 好 那就回去整理衣服 什么 上高速公路 刚好十一点 十五分 十五分 说奇怪 将近十点 我没有看过一条高速公路 这么好开车 我的前方是五百公尺 没有一辆车子 后面也没有什么 一路爽爽快快开到台北 彭哥你说行不行 就是这样子 开到台北 四点 隔天十点 我跟我姐夫 姐姐 就到那个 殡仪馆 去到那边的时候 自己突然间笑出来说 怎么来开口 对不对 那半三四嘛 大家都是 心情很不好 可是我就跟我姐夫说 回去 回去 不要 反正如果他领的话 很领的话 也知道我来了 对不对 我尽力救我来了 我怎么去开口 跟人家讲 就是这样子 我姐夫说不行 你既然来到这边 你不然就来到这边 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着落 然后说 应该去 是不是看罹难者的家属 他们都有 那个神主牌 相片 是不是找到 我看到那个妹妹 姓姐 四个疑点 就是已经正是 她真的是高雄姓姐 就照照照 就是她 我一看到那个照片 我真的是 但是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真的是她 这样子 看到了 然后仔细又看到 神主牌名字 蔡玉芬 跟我同姓 那时候自己真的是 这次笑不出来了 这样子 我说那可以了 这样已经知道说 可以找某某人的家属 然后去请那个服务台说 管播说 找蔡玉芬的家属 这样子 说服务台有人找你 就管播了三次 但是 都没有人过来 那突然之间 我就站在那边 往旁边站 那个灵堂那边 看到 有一个人在那边拜拜 那一定是 他们的家属 才会在那边拜拜 我就过去 过去就之前跟她问 她是那个 蔡玉芬的叔叔 当然是叔叔 她很伤心 也哭着眼泪在那边擦香 我等她擦完香 然后想跟她说 请问你是家属的某某人 她态度很不好 可是我可以体谅 她说 不要讲了 她以为 我是事后在想 她大概是以为我要 采访 不是 安慰她 不是 她是以为我是要 要她办什么法事 或是怎么样 然后 远远看去 刚好看到她 有两个 两个人走过来 是跟这个 蔡玉芬的叔叔是认识的 也是远皇亲戚 我说好 那她既然不能接受 我们跟她讲 说也奇怪 刚好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想听我们说 她是蔡玉芬远皇的亲戚 她们那一家也有四个人 这次空来四个人 我今天不是来跟说 骗财 或是怎么样 只是把我应该做的是 传达的话 讲到 她就从头到尾 就说好吧你讲 我就从头就跟她讲 讲完以后 她就直接还跟我说 道歉了 刚才态度比较 我说没关系 然后我拿了一张纸 把前后的事情 通通都就是记下来给她 那看看时间 差不多十一点半 我们就回到宾馆了 回到宾馆了 十二点多 我就躺在船上 突然又来通了 奇怪 这次是白天了 叔叔 叔叔 就是说 那个声音 也是那个四十岁婦人的声音 但是影片给我看到 就我们说简称她影片 给我看到的就是说 那个妹妹在一只 好像是车子上面 然后把头伸出来说 叔叔叔叔叔再见 再见 然后那个声音就是说 我尽力了 她说她知道 她知道 我尽力了就好 她说没事了 就这样 就没了 然后我事后在想 这真的是太玄了 太玄了 所以你知道她 他们有没有得到那些东西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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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属没有 家属有没有错 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已经尽心尽了 对 就像你所说 为什么会找上你 因为如果说真的 他们需要什么 可能第一个会找家属 对 为什么会找上你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灵魂学里面 那么这个人死亡了之后 去找这个朋友 或者是亲戚 或者甚至于不相干的人 其实在灵魂学里面 是一个正常的一种活动 所以这个如果万一这个观众呢 有这样的情形呢 也不用这个大惊小怪 那么通常在灵魂学里面 是第二条灵魂 才会去找这个亲人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这个不相似的 不相干的人 那么为什么会找到 不相干的人呢 那么第一个的条件 可能这个灵魂活动的时候 去找亲人朋友呢 那么这个对方呢 感应不了他的讯息 这个时候呢 他往往会找一条 就跟他基因比较相似的 这个不相干的人 那么虽然说不相干 可是在基因上呢 我们人类发源呢 是很多都是雷同的 所以他找到 这个上面讲的 这位先生他找到的 就是应该是 跟他的基因是相似的 所以他去找他的时候 第二条灵魂 会要求一些 就是他未完成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就是 也许他还有的这个念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告诉 就是对方的亲属 甚至于我们可以自己 就是完成他 所以可能是你跟他这个 对 有点点 有的朋友跟我说 或许是痴残 相通 那或许呢 是那个妹妹跟我一样同性 对 或是怎么样前世的事情 到现在 到现在 我还是搞不懂 为什么他要找上我 但是 有一点啊 就是 我有个人看法 我要呼吁这些 罹难者的家属 一句话就是说 人死不能互生 那就是节哀顺便 是 那做好后续的工作 最重要 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自己的家 能够 这样子 安心是最重要 最重要 而且以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因为他们走得都非常的快 很快 很快 还不知道一个手以然 对 那一般来讲 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 死亡的过程可能会很痛苦 不过他们这种方法的话 宗教的立场会 以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觉得可能他们在生前都 应该算是罪了很多的善事 及了很多的德 所以呢 我想如果以这种角度去看的话 希望家属也就不要太难 是 是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请教这个 曾经当过空少数先生 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在这个空难发生之后 这个民间流传一种说法 就一种巧合 就是说 去载运千岛湖世界遗体的是 民谷那架飞机 是 那么 去载运民谷空难的是 这一次这架飞机 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我们知道民谷那件事情 那个 那个 空难的加速非常多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用 六百去载的 不可能 对 一定是用七十七四百 所以这只是一个误传 稿线坊间讨论的非常非常多 包括网络上 其实完全是一个误传 因为 去载运银铁飞机 都是七十七四百型的 没有错 对吧 发生空难都是A300 这两个飞机 其实是出厂 我们才差一两个月的飞机 同型的飞机 可是绝对不是同样的一个飞机 不是同样的飞机 对 但是有一些 有一个 这是一个数据 给大家做的参考 好像坐飞机的时候 在二三月坐会比较容易 洗雾 二月跟三月的时候 对 可能比较影响视线 对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也建议说 其实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差不多在下午两年到三年的时候 避免这个时候搭飞机 因为会比较容易起乱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平常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就是地面都很热嘛 那就会有很多的 这种手法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蒸汽往上升 气游比较往上升 会导致整个的气流不稳定 而且是在两点到三年的时候 最为明显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可能飞机会有一些 比较这个不平稳的飞行 然后其实应该不会有太大的 一些这个困难发生 但是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讲 坐飞机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 不管怎么说 这个飞机总是发生的 对 我们希望这个 遗难者的灵魂 可以到了安息 那么 我相信 过往也不希望 这个再生的人都难过 或者是再发生类似的意外 对 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可以莫岛 希望国泰民安 然后真的不要再有这种意外发生 然后也不要因为这种意外 而有任何人伤亡 祝大家都平安 谢谢 谢谢 不客气